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年味 即使是春节最重要的清情人伦 也被快速的社会节奏所疏离 以前祭拜祖先那是大事 意味着全家要在先人的注视下庄重团圆 但现在呢 这么一种庄重的仪式感已经慢慢被忽略掉了 即使是老少团聚的时候 也很少看到全家人围炉夜化 掌词又笑的场面 人们被电视晚会 电话 微信 各种聚会给打断了 甚至呢 连最重要的年夜饭都可以搁到外边去吃了 因为缺的对仪式的敬畏 春节对很多人来说也就成了另外一个黄金粥啊 更像是一次休闲 而不是过年 那如何才能找回年味呢 答案就是不妨啊 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 打造家庭过年的传统 真正的年味呢 还是要靠自己来营造啊 你比如全家换新衣 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 很多人对过年的情节莫过于孩童时候 过年就能穿新衣服 如今物质丰富 人们对新年换装的重视淡了啊 其实啊 咱不妨全家老少都添置这么一套全新的衣服 大年初一都换上新衣服 那就有不一样的新年感受 另外 也还可以拍一张全家服 相机还没有普及的那伙啊 过年的时候啊 哎呀 全家人到照相馆 拍一张全家服 那是一件很隆重的事啊 现在呢 随时都可以拍照 反倒给了那么一种错觉 不需要那么麻烦 又特别征重的去拍什么全家服了 其实 春节期间 全家一起拍一张合影 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每年固定拍这个全家服 你就可以在这个照片当中啊 记录下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变化 记录下每一个新加入到的新成员 那也是营造家庭情感气氛 最好的一种做法 春节四十天 将近四十亿人次的大千玺 也足以说明 中国人那是多么的在意这个节日啊 春节在某种意义上 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故乡 无论得失聋弩 辞旧迎新之时 亲友团聚 把酒围炉 今年这个春节 我们应该过得更温暖一些 继续还是这个封面话题啊 小康杂志 封面话题 新生代过春节 这春节年年过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人们过年的方式啊 却在悄然发生变化 八年后作家啊 蒋方舟啊 他就说 大年三十晚上 永远是最热闹的 炮仗正天 不像是过给自己的 倒像是过给生活看的 像是努的劲 对生活的示威 是要齐心努力 把日子过得好 过得幸福 过得体面 这对于春节的理解 那多少就有些反传统 如今90后00后 作为不折不扣的新生代 人数啊 已经超过两亿了 他们是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 网络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那是如影随形 新生代的价值观 消费行为 主导了他们对于节日的看法 也形成了他们过年的玩法 春节对他们而言 那既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啊 也是自己狂欢的时刻 他们一半时间在网上 一半时间呢 在网下 一半时间呢 陪家人 一半时间呢 自己玩 饺子 年夜饭 烟花爆竹 在90后看来啊 这样的春节太过寻常 他们的春节是花样百出 唯一相同的关键词 就是网络 他们对于这个春晚 没有70后 80后那样的童年记忆 因此呢 也谈不上有多看重 他们更喜欢看网上的节目 另外 他们会将节日里的点滴啊 发到朋友圈 纯宁后子女啊 去故乡过年 就逐渐成了时尚 我们回到这个封面 兴生待过春节 要我说春节之所以成为延绵千年的这个节日 不在于这个鞭炮花样的翻新 而在于呢 每一代人都能从中啊 找到快乐 这网络那话说的哈 使节日变得伟大重要的 是从以往生活的相逢 继续还是封面话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封面话题2014中国魅力榜 虽然现在已经是15年的2月哈 但对不少人来说 只有过了这个农历年呢 才能彻底从心理上迈过2014走进2015 咱们就简单的说几位2014年的魅力人物 先说这个许渊冲啊 他被称狂放之妹 许渊冲啊 是著名的翻译家 他将处词诗经和唐诗诵词呢 翻译成音法两种语言 是国内唯一能够在这个古典诗词和音法运文之间进行互议的专家 有人评价他说 书销中外60本 诗译音法为一人 另外一位叫念建兰 则是执着之妹 他是上访群体中的技术派 他不仅救了弟弟念兵 更用八年的时间为中国上访者呀 提供了新的饭吃啊 念兵四次呢 被判死刑 而姐姐念建兰呢 自学化学知识 通过无数次的实验 指出警方证据的妙误 最终啊 救出了弟弟 他深知 求人不如求己 从不纠缠于政府大楼门口或者某一个官员 他啊 只执着于证据 他用事实说话找到了真相 另外一位 彭大为被称为是暖心之妹 2014年 彭大为啊 一直在演绎这个暖心 电影亲爱的里面 他是初看桀骜 实则大爱的小律师 还有 我的早更女友里呢 他是为爱人甘做一切的终极痴情暖男 到了太平伦当中 他是战争悲喜故事中的暖心清风 到了综艺节目里呢 他是牵手大师 点评 他不以犀利见长 只以贴心著称 在暖男一词大行其道的2014年 彭大为他就在诠释暖 其实呢 是一种强大的能力 啊 要我说呀 这个2014魅力人物 他们呈现的呢 是各自不同的魅力 但都是一种饱满的人生 继续封面话题 中国新闻周刊 封面话题 影响中国2014年度人物 2014年 许多醒目的声音 他们被时代影响着 也影响着这个时代 他们当中 有人呢 用行动诠释善与爱 不仅独善其声 更希望呢 奸济天下 你比如 公益人物 徐永光 20多年前 他辞去公职 为草根 NGO呼吁 并一手呢 创办了影响中国20多年 汇集到数百万农村儿童的希望工程 他们当中 有人面对移动互联网大潮 拥抱商业模式的颠覆性改变 你比如滴滴打车的创始人 成为 凭借一块小小的这个手机屏幕啊 撬动都已经板结了好几十年的利益格局 他们当中 有人坚守媒体人的良知和底线 捍卫 真相 守望未来 你比如 呼格案当中的新华社记者汤记 他通过九年的不懈努力 最终呢 推动了一起18年前冤案的救赎 他们是为了社会的每一份进步 愿意付出百分百努力的人 要我说 这是一个影响力不问出处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有梦想就不会老去的时代 愿初心不改 梦想常在 接下来是三年生活周刊文章标题 年夜饭的标准 心意食材和慢食运动 春节呢 就是一次狂欢 一场放纵的借口 放纵什么呢 他首先呢 他就是吃啊 无论什么样的年夜饭 最重要的呢 还是心意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 长辈希望忙碌了一年的阿孙呢 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呢 放纵享受 能够吃到燕足啊 这样呢 才能对得起一年的辛苦 他们尽可能的 把这个食物的精华呀 尽情的发掘出来 花样一定要叠出 才算得上是年夜饭 最好的材料 最漂亮的刀工 最费力气的搅拌 最耐心的喷条 这几年 慢食运动 席卷全世界 他讲究这个食材的本地化 讲究烹饪手艺的本地化 其实啊 中国的年夜饭呢 是非常的符合慢食运动 啊 你像许多的年夜菜 就是以慢炖著称 你比如咱最常见的红烧肉 没有几个小时的火候 你是没有办法成就这道菜的 还有杭州的扣肉 一般呢 都是肉先蒸几个小时 然后呢 笋要蒸上几个小时 最后呢 两者合起来 又要合蒸好几个小时 等火力把所有的滋味 全部集中到了菜里 你才能体会到 人啊 为了吃 他所付出的决心和那耐心 我们回到标题 年夜饭的标准 当炉子上小火 喂煮的这个各种食物 那慢慢的 慢慢的散发出香气 等到你整个屋子 都弥漫着味道的时候 那年就到来了 接下来小康才智 文章标题 春节理财哪家强 离经到这个春节 股市基金等投资市场啊 将迎来七天的这个中场休息 然而此间不休假的理财渠道 依旧不少 以保险为例啊 种类繁多的保险产品陆续亮相 那保费并不多 却十分的打动人心 你比如 为了减少出行的风险 有保险公司啊 就专门推出了万能团圆险 他不仅可以保盐物啊 保行李丢失啊 他还可以保退票 保意外 保生病等等这个风险 而且那价格呢 十分的亲民 你像团圆险这个价格呢 才十九块九 春节期间 很多人呢 都爱放这个爆竹啊 就时常啊 会出一些个伤害事件 有保险公司呢 就此啊 推出了熊孩子放炮险 小鞭炮意外险 他专门针对这个未成年人烟花爆竹意外 在搞了一些保险 保险费呢 也很划算的 九块九毛九啊 另外 这个春节期间 有市民呢 选择去海南过暖冬 阳光就成了过年的必备因素了 哎 就有保险公司相应的推出了阳光险 说针对这个春节期间旅游热点城市 如果旅游的时候啊 连续三天遇到了降雨啊 连续三天或者遇到了降雪啊 你就能获得春节阳光津贴688元 要我说春节咱身体放假 心情放假 但这个理财啊 可以不放假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文章标题 朱青石 辟土之魅 最近啊 南方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交出了成绩单 34个人申请去国外名校读研 其中啊 有17人被牛津大学 耶鲁大学等世界名校录取 2010年的时候啊 还没有正式接牌的南方科大 自主招收了40多名学生 这么一个大胆的招生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首届毕业生啊 拿不到教育部颁发的文凭 当时有人就担心 这40多个孩子啊 都是小白鼠啊 还有人说校长朱青石 是在对现行高等教育模式做背水一战 这四年过去了 这批勇敢又有主见的孩子毕业了 他们当中有17个人收到了国外顶级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啊 但这实验班的毕业典礼呢 却显得十分的低调 就连老校长朱青石都没有能够收到校方的邀请 但他还是来到了深圳 参加了学生们的毕业聚会 学生们呢 纷纷与他合影 互诉忠诚 惹恼闹里呢 朱青石没有公开发言 但聚散了家长们的感谢微信 却让他觉得呢 应该说一点什么 于是啊 他写了一封信 说不要感谢我 孩子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文章就说 朱青石卸任后还不遗余力啊 为学生们呢 写这个推荐信 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 为了不辜负学生和家长 是尽了全力了 五年六十个月 一千八百多天 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来论 虽然整体成果呀 显得有些苍白 但个体的成绩呢 还算令人满意 起码呀 让老人欣慰呀 在这里呢 我们就想说 这个唐吉科德市的校长 应该被历史记住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这不是春运的火车站 这呢 是杭州某服装市场 各大店家呀 将库存衣服啊 大甩卖 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顾客 前来抢购 无锡某机械厂的车间 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三百多名员工和家属 欢聚一趟 吃还原饭 这年味当中呢 多了一种机床和机油的味道 南京夫子庙景区 豹华公厕 为了防偷盗 红木桌椅呢 是铁锁加声 电视机呀 花灯啊 被撤走了 听堂碧 除雾是空空如也 唱起了一出空城记 一只牛铃口渴 到湖边饮水 遭到了鳄鱼的偷袭 之后呢 河马加入进来 展开了一场三国煞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博客天下文章标题是 如何生二胎 不让老大反对 这单独二孩的政策呀 已经推行一年多了 很多想生二胎的家庭呢 却面临一个难题 那就是老大的强烈反应 你像咱节目之前说到过 一名13岁的女孩 以死来威逼父母啊 要放弃二胎 还有一个说父母啊 像8岁的女儿 写下一封保证书 承诺永远第一喜欢他 得到批示后呢 二胎计划才提上了日程 单独二孩引发老大失宠危机 甚至呢 还造出了一个新词 叫二胎焦虑症 那生二胎 如何才能不让这老大反对呢 文章啊 提了一些个建议 首先 那就是要理解啊 父母啊 要充分理解这老大的情绪 你比如老大说我讨厌弟弟 如果父母说弟弟多可爱啊 你应该喜欢他呀 这样反倒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 父母还是应该倾听啊 问他你为什么会讨厌弟弟 是不是担心爸爸妈妈 把对你的好分给弟弟 只有在理解孩子的基础上 你才能够和孩子来交心啊 其次呢 那就是信心 父母啊 要向孩子表达爱 要传递信心 你像前面讲到的 向老大写保证书 他保证第一喜欢你 这表达的方式啊 其实并不可取 因为这么一种措辞呢 他本身就在暗示父母的爱 是分了等级的 你不妨就直接告诉孩子 你和弟弟 对爸爸妈妈来说 都是很特别的 我们对你和对弟弟的爱 那是一样的 第三 那就是体验 你可以在老二呢 出生之前啊 让这个老大呀 和一些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呢 一同去玩爽 轻声的去体会一下 大家庭的好处 也可以向孩子呢 讲一些 手足相亲相爱的故事 你还可以拿出一些名人来举例呀 比如大S小S 怎样以姐妹花出道啊 事业上生活上又相互帮扶啊 看见没有 老大的思想工作 那好像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呢 当然了 就算是老大同意 生二胎呀 也不容易 我们来看这一期的新明周刊 文章标题是 二胎支不起的奢侈品 文章就说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啊 全国的平均申请率呢 只有9%很低啊 那为何不愿意生二胎呢 这其中啊 老大的阻牢 那只是少数例子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成本与能力的考量 不是不愿意生啊 而是没有能力去生 你多生一个孩子 对大多数的家庭来说 那并不只是添一双筷子那么简单 有调查就显示 育儿的费用已经成为家庭除了买房之外最大的开支啊 尤其是在北上广 你像上海市科院2010年做过一次调查 说这个上海家庭啊 要养育一名这个从零岁到六岁的幼儿啊 年均的费用超过了三万 还有一个调查 说是如果你生了二胎 你愿意生男孩还是女孩 结果就发现在一线大城市 一胎是女孩的家庭 对二胎性别基本无所谓 但如果一胎是男孩啊 还是多希望 第二个是女孩 因为如果有两个男孩就发愁啊 长大了 这房子怎么买呀 所以啊 因为怕再生男孩 而不敢怀二胎的也不在少数 这说的是养不起 很多女性呢 却是生不起 因为生孩子呢 有可能影响到职业发展 从怀孕到孩子三岁进药员 需要四年的时间 一些企业呀 招人的时候啊 因为生育问题的 对女性有一些个歧视 你还敢提二胎吗 影响生二胎意愿的 还有精力呀 能力呀 生孩子 他不是一处啊 就好 从建卡开始 就面临床位困难 出生后呢 路托男 路远男 路学男 一大堆麻烦 等着你去解决 更要命的是 谁帮你带孩子 请保姆 费用太高不说 一个不愿意啊 立马撂挑的走人 我们回到这个标题 二胎支不起的奢侈品 生还是不生 还真是一个大问题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环球人物 这标题啊 就有点长 说你肯定读过他们写的书 但你未必见过他们的话 说这个张爱玲的书 你肯定读过 但您知道吗 他还很擅长绘画 像红玫瑰和白玫瑰 星经 青城之殿 金锁记里 都有他画的这个插图 他的画和他的文章啊 一样都很有特点 人物白描的线条 简洁 而又十分的传绳 极有味道 另外 沈从文是写一个小说出名的 但其实啊 他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画家梦 有一些画作呀 随书信留存下来 沈从文的话 这个基本都是速写 线条简单 但那个表情达意呢 却很丰富 还有鲁迅啊 鲁迅从小就热爱美术 曾亲手临摹这个西游记 档扣制全部的绣画 后来呢 还费了很多时间收集和研究 汉石画像明清版画 尤其喜欢这个木刻版画 除了画画之外 鲁迅呢 还懂得平面设计呢 他设计的北京大学的校徽 至今还在使用呢 看完中国大作家的绘画作品 外国作家呀 好像也忍不住 要秀一把 你像卡夫卡酷爱用钢笔 做这个线条画 鱼果呢 则喜欢水墨画 还有印度泰戈尔 63岁开始发发 在他的诗集 夜曲集中 这个泰戈尔呢 第一次画下了潦草的线条 虽然没有受过任何绘画的训练 但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和广阔的这个想象力 他独创了两千多幅画作 他说呀 我的绘画 不需要制定任何艺术的教条 只要简单的描绘出内心世界 就心满意足了 作家为何都爱绘画呢 那是因为 当文学家想说的太多 又不知从何说起时 于是呢 他们就拿起了画笔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小康杂志 文章标题是 聂正宁八年上书 设立读书日 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 但中国呢 却没有自己的读书日 全国政协委员聂正宁 为了推广中国读书日 就鼓励全民阅读啊 他每年都在全国两会上鼓语呼 早在2007年 他就联合30多位委员 把全民阅读的提案呢 带到了两会 八年来 他一直没有停过 呼吁设立读书日的活动 这个文章就说呀 国民阅读的状况是不容乐观 纸质图书的阅读量啊 在下降 网络阅读量尽管是上来了 但基本都停留在浅阅读的阶段 叶正宁就说呀 现如今读书呢 都太功利性了啊 那书店里各类考试用书啊 养生书啊 是比较的受追捧 还有呢 现在读博士很乐 读书人呢 很冷 因为博士可以就业啊 可以升官 但读书不是为了功利啊 而是为了体位过程 读书它本身就应该是一种乐趣 不关乎结果 在聂正宁看来 设立读书日 他不是要培养多少博士 而是要养成好的国民习惯 接下来看 瞭望东方周刊 我们来介绍几个类词 第一个词情癌 情癌虽然不是真正的癌症啊 但不少人呢 在失恋分手后呢 就会觉得自己的心 有被撕裂一般的疼痛啊 从而呢 可能会引发一些个疾病 比如分手后 抑郁啊 焦虑症啊 随之而来 甚至呢 失眠 在本来就缺乏睡眠的人身上 这种情况更是雪上 加霜啊 还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人 在经受失恋打击后呢 就开始出现爬楼梯困难啊 短距离行走也困难 情癌 难癌呀 好 下一个 忠诚度测试 有的网店卖东西 有的网店卖服务 啥服务呢 难有忠诚度测试啊 只要花钱买 就会有年轻女生啊 以陌生女孩的身份 根据你提供的资料 通过QQ啊 微信啊 来帮你鉴定 你的另一半 对你是否忠诚 这种服务 之所以能火啊 那主要是迎合了当下 很多人感情上的不安全感 但这么一种测试啊 结果往往是两个 要么测试成功 这男友进不出诱惑 两个人分手了 要么呢 测试不成功 男友 抵挡住了诱惑 但你肯定啊 又会觉得很内疚 咱换句话说 如此忠诚测试 无论结果如何 对感情来说 都有伤害 下一个瑞茨 90后焦虑症 对于50后60后的企业家来说 90后消费者的兴起 那既是机会啊 也是挑战 摆在他们面前的啊 这个是如何取悦 新一代的消费者 如何在年轻人当中建立品牌忠诚度 这是他们很焦虑的事啊 连腾讯的马化腾都坦言 越来越看不懂年轻人的喜好 包括QQ也好 微信也好 没有人保证一个东西啊 是永久不变的 因为人性的本质就是要更新 即使你什么错都没有犯过 可也错了 错呢 就错在你老了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要年后啊 才接着说 在这里呢 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